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曲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那今天呢 為大家帶來我們的Berry的Berry 應該是這樣唸 沒有錯吧 我剛才查了一下他的發音 那字典告訴我的Berry的發音是這樣唸的 我還是其實我Berry的名字唸錯了 因為其實是很像的音 對 好啦 那這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想說個題外話 我知道我最近其實都還蠻忙的 之後其實跟以前出片的速度不太一樣 因為以前還在大學時期 那現在是出了社會 所以其實每天就是要上班 其實找到工作有可能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其實工作時間還蠻長的 至少10個小時起跳吧 對 之後平均是在6點50前會打卡上班 早上的時候 那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只是想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大家的留言我都有看 那最近也有收到觀眾寄給我的私信 對 他跟我講了一些些東西 那有可能之後還會再做回覆 那我只能想跟大家說我真的很愛大家 就是大家的留言我都有看啊 每天就是快就是還蠻累的時候 看大家的留言的時候 其實就會多一份精神 之後等我有空的時間 就會馬上回覆大家這樣子 那未加就是想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有留真情莫比烏斯EP1的觀眾們 不要擔心我還是會回覆你們的 其實就是影片刪掉 現在還沒有刪掉 現在是做詩人的隱藏動作 可是就是因為是你們留的眼 可是我沒有辦法這樣子貼過去 就有可能說我是自己用自己的自言自答方式 就是在留在EP1還是臉書的部分 那就請當初有留言的觀眾們 再繼續去看喔 好的 那前面的廢話就是這麼多 對 其實我一直很想要趕快把 真情莫比烏斯拍完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其實是個小品 不趕快拍完的話 我覺得實況會更delay 就是很多很多遊戲的進度 例如這一篇大作 它就是比較長時間的作品 我怕延誤到它 那我們就今天趕快開始吧 因為大家已經在吹我的 我的EP3了 之後 喔對 我們上次被關在兩個房間對不對 那我們都還沒調查 我們來試試看 反過來的文字意思是 它會為你傳遞訊息 欠缺的薑枝填補 多出來的轉為能量 欠缺的火爐 燭台被固定在桌上拿不起來 OK 花瓶中有兩朵白花 而 Reader to die 喔 多了會死 巴瑞那邊沒有這張紙 可以拿來燒吧 喔 得到牛皮紙 書櫃中間還有一排 中間一排還有空間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書拿來放 是不是 一本書上滿是顛倒的文字 寫了什麼呢 顛倒好難閱讀啊 下面寫著一堆樹枝和人名 得到顛倒的書 那我們可以把它放上去嗎 顛倒的書 OK 喔 記得是自己使用了對不對 書架上滿是文字顛倒的書籍 下面一層似乎有書被抽走了 這本書是要放在這裡吧 不過在放之前想稍微看一下 顛倒好難閱讀 該怎麼辦呢 額 給巴瑞看 映然白花 所以這些都是花對不對 沒有特別的不一樣 話說我中間那個還沒有調查 那是誰的石像 一座男人的半生雕像 名字被磨掉了 是這個男神對不對 看起來還滿像的 那我們就 羽毛餅充足的墨水與紙張 就是應該是人物切換的部分對不對 不是嗎 一面鏡子映照出達西的身影 用鏡子的話就沒有障礙閱讀喔 喔 第一代 然後呢 是巴瑞菲菲科特 我也看一下 對啊 第十代是巴瑞菲科特欸 墓園主要守墓者正式就任時間 不包含正式在就任的時期 第十二代 1678年到 喔 被塗掉 所以我們的好結局 有可能是 嗯 對 就是有可能巴瑞其實可以復活過來對不對 哇 1386年啊 還真的有歷史啊 巴瑞是十二代啊 上面是怎麼回事 1677到1678 才做一年 還真的不爭氣啊 巴瑞從1678年開始當守墓人啊 最近又有七年了 看起來很前 年輕啊 真奇怪 屋 居然就這些 齁沒有意思 把書放到書櫃吧 OK 應該是把東西 都把它填滿之後才會轉換是不是 火爐 用牛皮紙導火之後放在火爐裡 所以我們就得到能量對不對 那可以做轉換了嗎 門鎖住了 然後呢 這個 一把錯刀被固定在桌子上拿不起來 仔細上 仔細看上面還有一些粉塵 嗯 就沒有東西了嗎 搖曳者 我變成能量 喔 交換情報 喔是 好交換情報 原來是要利用我們的可愛的老鼠 一面鏡子 無法映照出巴瑞的身影 喔是因為他已經死掉的關係嗎 一蘭白花 那這應該也是裝飾用的 所以這是顛倒的嗎 空的花瓶 喔 拿起來兩朵花 喔 所以還是要用 對稱的方式 他為你傳遞訊息 嗯 嗯 一樣的東西 喔 那這個 幫懷錶上戀 達達達 我們把時間轉回去了 之後我剛的聲音是不是有點怪 好啦 這不是重點 書櫃上拆滿生物的研究書籍 诶 什麼 我按太快哦 得到生物的研究書籍 刚才说巴瑞说什么 好吧 既然不小心按到那就算了 哦 错刀拿起来哦 哦 所以要把这个 的名字 哦 对 布兰登文森特 布兰登 维克特 布兰登 是第九代主要守护 守护人的名字 把名字磨掉 为什么想要 为什么要把名字磨掉呢 不太明白 那还有什么吗 书柜还有一些空间 他应该 哦 要把错刀放回去 对不对 然后 这样应该就都一样了吧 可是没有办法映照出的 这样可以进去了吗 不行 呃 我刚才拿到什么书 生物的研究书籍 可以看吗 哦 放在这边吗 不对啊 还有一些空间 嗯 桌子上满是灰尘 不过有块圆形区域没有灰尘 把蜡烛放在上面 是缺蜡烛 哦 对 我们还有蜡烛 把书烧掉 哦 把书烧掉吧 哦 应该是多出来的书 我们不应该让它存在在空间 嗯 这本书 是第九单手牧人的手写稿 经过长年的研究终于证实了 将灵魂视为食物的物种是存在的 OK 注意 以下将 将灵魂视为食物的物种 我们将之称为食灵生物 哦 是一种有耳朵 呃 在石像鬼研究落幕后 近期我们又发现另外一种食灵生物 与石像鬼不间不同 这种生物有着与人类相似的外貌与智商 该不会是我们的达西吗 咦 我忘记女主角的名字了 我们将这群生物称为类人猿 借由解剖在荒野中发现的幼年大体 我们了解了其中火熔猿血脉的一个分支 大体中发现了退化的打火器官 也发现了类人猿的幼体并无性别之分 成年后的性别分化目前还是个谜 能从外面外貌区分的地方有三个 其一 它们没有像人类的耳阔 它们的耳朵是如同两栖类与爬虫类般凹陷下去的耳朵 其二 它们在人类耳朵的位置上有个外塞 这些外塞只有在水中的石材为展开 平时被一层保护膜包裹着 而这层保护膜讲着与法式相同的毛发 少数例外 其三 有着比人类还长的虎牙 虎牙中还发现了毒液的存在 这种毒液只对灵魂有效果 对生物完全无害 最后退化的打火器官发出声响 激活目标体内的毒液 哇 这也太厉害了吧 释放毒素之后还可以产生共鸣 毒液是一种被超有意识的东西吗 因为是灵魂的关系 灵魂会像是被火焰燃烧般 释放大量能量 类人员便开始进食 类人员的弱点为酒精 酒精对他们来说就像毒素 眼下可能致命 但直接 褶 褶 会被皮肤吸收 就算接触的量不足以致命 还是对其行为有束缚效果 而且酒精会占存在体内 在短时间内剧烈运动的情况下 酒精会再次往全身蔓延 这便是我们目前全部的发现了 那些类人员们 也是借由与人类相似的外表 生活在人们的室中 这些研究资料的公开与否 是个沉重的选择 这些资料若公开咯 句子写到一半就断了 您会因为这些研究而得到民生和财富 而且您将成为伟人 名流青史代代相传 但同时 您所公开的那种 将被人类锁定 被排挤 被狩猎 现在的人们还没有将人类以外的物种 对等看待的精怀 任何的新物种 都变成猎人的标靶 烂捕烂杀 哦天啊 又再说 就是人类不好的那一面了 的确 这就是像野生动物法 就是很多野生动物 其实已经瀕临绝肿 就是因为人类的贪婪 例如想要就是很多 例如像犀牛的脚啊 还是什么的 像台湾黑熊的肉掌 想要吃它 就会慢慢的掘疾 所以真的是为了一时贪欲 哎 突然有点小小的难过 那些财富与民生的代价 便是一个物种的灭亡 这就是您至时 都没有公开这些研究的原因吧 毕竟那些是金钱与民生无法取代的 贵重的生命啊 所以第九代的丑木人是个好人 纸张在火炉中燃烧成灰烬 两的房间一致了 所以又真的是对称的房间了 也太棒了吧 我们可以相见了 达西 你在干嘛 达西看着书柜发呆 达西 啊 巴瑞 怎么了吗 怎么在发呆 有件事有点在意 巴瑞我可以问你一点问题吗 可以啊 为什么巴瑞会变成守墓者呢 成为守墓者 这件事并不是我决定的 我们城镇建立以来 墓园每任的主要守墓者在 婴儿出生前就已经决定了 在婴儿出生后 由神父抚养成人 所以对我来说 神父就像父亲一样的存在呢 呀哈 名副其实的呢 神父的父亲 英文都是father 哦 真的吗 我没有记到这个英文 不过巴瑞没有想到 过其他的工作吗 或者不同的人生之类的 是啊 谁有这么想过 如果不是被认命为守墓者的话 守墓人的话 我的人生又有什么样呢 又会是怎么样呢 不过 若不是守墓人的这个传统 我也不会活到现在哦 诶 怎么这么说 因为我的生日刚好是 1666年6月6号 据说在我出生那天 许多激进派的证明 想要把我丢到火炉里呢 诶 66666 就是像这种叠制的数字 我超爱的啊 怎么可以把这种人丢掉呢 就像我这种 五月五日出生的人 你就要把我杀掉吗 这不太对吧 要不是非 呃 要不是菲科特 神父的坚持 用传统人去游说这些证明 我现在也不会站在这里了 巴瑞有个好爸爸呢 哼 是啊 所以 达西你还好吧 没有什么精神的样子 呀 你还会不舒服吗 诶 刚才醉得那么厉害 醒来就直接行动 还是太勉强了吗 我没事啊 真是的 你也别慌成这样 还是赶快上路吧 嗯 所以你该不会到最后想 吃掉我吧 达西 哦 老鼠不见了 那我们就继续走吧 走走走走走 哦 你是谁 为什么睁开眼睛在看着我 你是谁 哦 梦注视 哦 楼梯的颜色是不是变成 哦 哎 眼睛不见了 不会再出来了 星星 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哦 迷扬 呃 呃 呃 唇打 哦 OK 这里有时哪里 不许在这里 借出复数的物品 借出的物品 请务必归还 OK 可是不能进去 嗯 嗯 嗯 先调查一下好 我 上锁了 这个房间是 哇哦 Angel的画 对不对 呃 三个天使再开一个元 月亮的元幻 之后那个是羊吗 孕育月光 孕育月光 好棒的衣服 很温馨的画的感觉 台座上雕刻的星星 星星 这个是雕塑的月亮是不是 似乎可以拿起来 得到了月亮的雕像 哎呀 好久没有访客了 嘿 Cindy Cindy 你是Cindy吧 Cindy 你终于回来了 我 我一直 一直都在等 嘿 我老师专心在雕刻上 一直 一直都没有能好好的陪着你 是女儿吗 她把达西误人成你的女儿了吗 对不起 我错 我错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老人家一个人真的好急 李莫 你可以原谅我吗 回来和我住吗 婆婆 你认错人了 呀呀 对不起 我太激动了 你和我的女儿长得实在太像了 失礼了 嗯 嗯 你们是需要继续前进的线索吧 我这生锈的脑袋 没有办法给予你们需要的线索 不过 这边的东西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就尽量拿去吧 OK 巴瑞 她的女儿为什么会离开呢 明明有个这么爱自己的母亲 她不是志愿离开的 当时发生了一场马车意外 等着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哇 天啊 好几年没有跟人说话了呢 呀呀 旁边的画很漂亮吧 我花了毕生去雕刻画上的人物呢 不过最后老到连雕刻 摆成画的位置都坐不到 还真是令人感到羞愧呢 波波不要这么说 得到了厚实的白布 桌上放着一本老旧的圣经 突然 每次在触发这些人物的剧情的时候 我都会有点小鼻酸呢 对啊 就是 这个游戏也做得太棒了吧 就是它的剧情设定什么 真的 会让人家感觉到很温馨 而且 哦 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月亮摆上去 对不对 嘿 呀 用白布格论如何 我们把这拿起来 就我们就可以把月亮放上去 耶 就我们就得 哦 所以我们就得到那幅画对不对 哦 哦 我们要把羊丢在哪里 哦 要把它 推到相对应的位置 是不是 OK 可是这样子要怎么推啊 嗯 好 要走 多捞一点路 就这样 这样 没有错 我们得到了第一个 就再把羊羊推过来 羊羊是下面的那个位置对不对 差点推过头了 嗯 呃 要落点远路 这边 推 那想想要这边要怎么推 应该一样是往这边推就可以哦 哦 哦 还好没有推过头 只要一推过头 感觉就有点小小的无法重来的感觉了 登登 OK 最后一位 美丽的天使跟我回家吧 美丽的天使跟我回家吧 就 哦对不对 嗯 哦不对不对 差点推进死胡同里了 要推这边 雕刻品的位置和画上一模一样了 让伯伯看吧 OK 天啊 婆婆 我帮你 把你的 你的作品完成了 呀 婆婆 我们有东西要让你看 呀呀 啊 这是 太好了 没有想到可以看到作品完成的一天 而且还看到你的女儿 就 就像在做梦一样 谢谢你们 可以实现心愿真是太好了呢 是啊 再接再令 接下去要努力的实现巴瑞的心愿 嘿 诶什么 我们不是要让你活过来吗 呀呀 是啊 这么不积极 可是会被幸运女生给唾弃的哦 哈哈 哈哈 那 还 真的让人懊恼呢 是吧 所以我们就继续全境吧 这 哇哦 达西超级乐观的呢 OK 我要回去看那个摆布的完成的画像 婆婆 莉兰妮乐菲福尔 婆婆的样子 总觉得有令人 还是会鼻酸呢 怎么会这样 就是看到这些人的话的时候 哦 哦 这游戏真的做得太让人家 你又是谁 嗯 一页人 以赞书贵编 我待在这里 已多久我都已经忘了 现在连自己是谁 都已经不知道 名字是什么 家乡在哪 全部都不记得哦 唯一记得的是 过去的我 真的很喜欢把玩宝石 而且有一种宝石和我透明 但是哪种宝石 我也忘了 只知道和光线有关 也许看到 就会回想起来吧 某处传来了开启的声音 变彩 又成为彩 油彩 宝石颜色随着光线来源不同而改变的现象 同一颗宝石上彩色不同的部位称为彩片 有碍于文章的长度 接下来以文 图片显示 同样以点击空白键进行阅读 安妮于红宝石 重见重前 有个小村庄 有个支援丰沛的矿产 尤其以美丽的祖母绿文明 但是随着人们的开采 矿产也越来越少了 年迈的村长 有个花样年华的女儿 名字叫做安妮 安妮又温柔又漂亮 是村民的骄傲 某天一群强盗 盗贼闯入了村庄 可怜的安妮被盗贼抓起来 你们以竹鲁木绿文明是吧 那么在明天前交出一颗和我手 手掌一样大的竹母绿 我就放了你的女儿 否则我们就把这年轻的姑娘 带去黑市去买 想必这样的美貌 能换到不少的金币吧 凶恶的盗贼 抛下了这句话后 便带着安妮消失在 阴森的森林里 你们这坏蛋 慌张的村长 召集了村民前往矿井 他们提着油灯彻夜的挖掘着 但是怎么挖 都丝毫没有竹母绿的棕影 最后他们唯一找到如手掌般的大 的宝石 是一颗酒红色的红宝石 也许教出这个 他们会大巴自卑的放过安妮吧 村长心里这么想着 便把红宝石放入了口袋中 隔天一早 黎明升起时 盗贼再度的来到村庄 安妮被五花大绑的放置在盗贼的马车上 呀呀我可怜的安妮呀 神啊 请让盗贼们往开一面吧 让他们接受这块红宝石吧 村长默默的这么想着 阳光照耀的村长的身影 如同面临审判日一般 他站斗着 缓缓的从口袋中把宝石拿出来 是绿色的 就在这时 奇迹发生了 躺在他手心中的不是红宝石 而是有着青草般色的竹母绿 那翠绿的身躯在阳光的照耀下 闪闪动人 呀呀神啊 村长顿时泪流溃 眼泪溃停 他那奴竹竿般的双腿 失去了支撑身体的力量 跪坐在地上的他不断的说着 神啊谢谢 真的非常的谢谢 以祖母律作为交换 安妮回到了心爱的家 过着幸福 平凡的生活 ban 结束 欸不对不对 那是fin 我又念醋英文了 我就说我不要念英文了 猫眼线上 但转动宝石时 一线光线迅速的在表面上舞动 宛如猫咪的眼睛 OK 多色性 不同方向观察而呈现出来 深浅的变化甚至发生颜色上的改变 此种变色现在要称为多色性 如果出现两种颜色者称为二色性 三种颜色称为三色性 OK 有着特殊现象的宝石是 宝石是少数 同样宝石情况下有特殊现象价格的是 无法特殊现象的数十倍至数万倍多 哇哦这也太暴力了吧 不过越稀有越珍贵 越越对 卖的越高 不能借出复数的商品设施 那我们要看一下 光 画中有个凹槽似乎可以放入什么 呀 这个凹槽跟 刚刚拿到的太阳雕刻一样呢 那我们放上去咯 哦 之后就得到了光吗 不行 这个不是 我不要黑色的 是不是 似乎是竹母绿 似乎是粉水晶 等一下 蓝色宝石上有银色的光芒 嗯 嗯 嗯 是不是红宝石 哦 红宝石终于有一颗长得不大一样 拿走 我要借这一块 我要借这一块就是它了 走走走走走 宝石颜色改变了 所以就是如果 哦 又变成红色了对不对 给你 这是 变石 亚历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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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是的 我的名字叫亚历山大 我想起来了 谢谢你 遗忘过去真的是很悲伤的事呢 是啊 对啊 对啊 连自己都忘记自己的存在也太难过了吧 而且它真的就像刚才一样 坐在这里的画像 哦 天哪 这个 真的会让我 就是 该怎么说 痒痒我们存个胆 之后觉得 我们去下 下个房间了对不对 这里 不对不对 这是 刚才的房间 所以它的对话框是可以一直 锁上了 我们有什么东西没拿到吗 他就跟我说谢谢 那没有给我任何东西吗 试试啊 翻一下 没有呢 那会是在哪里呢 完成了后 应该要开启了房间的门不是吗 可是这间房间还要在调查什么 光 应该是没有吧 宝石被固定在桌上 宝石被固定在桌上 之后 门没有打开呢 对啊 上锁了 好吧 那我们下一集再研究为什么门没有打开好了 我觉得我们今天一集差不多到先到这里咯 刚才有充共党 对的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都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有任何的意见的话 都可以在下方的屏幕板留言给我 会再做改进咯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我们一样 下一集 下一集再见了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